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 就是比如说 就是要求把儿时带走 扬州炒饭 我炒 来扬州了 景点还是要挑两个逛一下的 个园不大的 一共半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吧 如果没有人解说的话 那要跟小伙伴去修脚 但是我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才从个园出来 就是走路走的比较多 就只要可能有些 扬州的修脚是不是会帮你剪指甲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因为我有点后悔 因为我来出发的前一天 自己已经做完了 对 没关系你可以剪啊 你指甲长吗 就是扬州有三把刀 其中一把刀就是修脚刀 好烫啊 好烫啊我的妈呀 这个水是有点烫的 早知道今天要做这个项目 就不用那个发胶抓头发了 再重一点 我肩膀手很硬啊 嗯对 你是锻炼了吗 我只是玩肉鸡丸多了吧 还可以 我谢谢 谢谢姐姐替我证明我有练过 别人一般看到我就说没有任何训练痕迹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 就是比如说要求把儿时带走 你好像在试探什么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有爱的收集 儿时这种 还收集自己的儿时 有点像生孩子 你是跟哥哥干嘛要撑起来 有这个姿势很像生孩子 你转油起来就是了 我给他使劲一点 是不是有 就是哪里是什么干 是什么的那种地方 是 心承大气 你可以这么多 让哥妈妈吃了你的瓜 是不是在展示你的实力 我稍微做给你稍微加了你 可以可以 让你化多 对 我已经默默的算起全都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感觉怎么越来越烫 越来越烫 都是烫的 都是烫的 我已经变成了 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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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不叫 我坚持 我坚持 这个视角有些奇怪 结束了是吧 辛苦了 谢谢老板 走吧 这条街里面这个文艺的小店还挺多的 应该像胡乱鱼 这个地方好适合猪博主来了 可以把一年的朋友圈都拍出来了 感觉是那种甜甜辣辣的汁 这么多一共三二八块钱 那边没地方坐 带人家咖啡店蹭个位子 这位置太大了 不好意思坐里边 坐在外边露天 我现在出来了 因为里边的吃的都 太大了一点 我今天还要留点位给扬州特色火锅 哈喽 我的名字是大小 我来自中国 好流利的英文 站住 哼 特长 你也来试试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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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是好喝的酒量 很清爽里边还有葡萄干什么的 四骑火锅 扬州人自己的火锅品 一位 啊有没有什么偏僻一点的位置 就让我坐 这家说是就是扬州的海底郎 他怎么好像没有要拿一个娃娃来火锅的衣服 两个小朋友让我点了 酷酷酷酷酷 好的好的 先尝尝这个鸭掌 闻着有点像那个九二鸭脖 好吃的 很像九二鸭脖或者什么九九鸭之类里面的会卖的鸭掌 来来煮一下就是这个味道 这一整锅两大份鸭掌 有点是酒开心 然后素菜什么肉菜也是都是可以点半份的 我今天点了三个东西嘛 加起来没到一百块钱 九十七 先吃点别的 感觉那个鸭掌煮烂了之后会更好吃 嘴上功夫还可以 一个人点个小锅点两个菜就是刚刚好 这个 实在是就是太咸了 就是不能煮太久了 这种吃不了 喵喵喵 哎呦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走了 好吧 拜拜杨周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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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blog? 你去哪? 我去去泰国 我喜欢泰国食物 你去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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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和 男人 男人 我去泰国